好 各位朋友 我們大家吃飽的時候 下午剛好第一場活動就是大家 活動一下筋骨雷動一動頭腦 不然大家會想睡覺 接下來我們這場活動就是大家 最期待最期待的就是立委給問 那現在我們好像看到就是 好像給問的立委還沒有到場 那我們這場活動要幹嘛呢 沒錯 我們要透過這半小時的時間 來產生問題來去問立委 那我們其實像設計這個活動 就想要讓大家感受一下 代議制度的感覺也讓大家模擬一下 真正在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是在怎麼做 那我們接下來也請 我們的佳榮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活動規則怎麼進行 好 大家可以看PowerPoint 或是兩邊的這個電視螢幕 好 這邊簡單說明一下遊戲規則 遊戲總共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委員會審查 請大家從桌上挑選三張有感覺的圖片 用這三張圖片說一段情節 或看到圖片的感覺 並討論出每一桌小組的共識 以及推派出一位代表 這邊的時間有20分鐘 第二階段是黨團協商 請各桌所推派的代表 以排為單位進行協商 從各桌的共識衍生出具體的問題 準備在第三階段上台質詢到場的立法委員 這部分的時間有10分鐘 請在時間結束前到主席台登記質詢的順序 第三階段為決戰質詢台 每位代表有6分鐘的時間可以指名立法委員進行質詢 我們將在第5分鐘時按鈴提醒 我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我們這個活動基本上做的事情 很簡單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讓大家體會一下 就是立法院其實他們在審查 法案的時候到協商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大家可以模擬過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第二件事情是 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透過這個過程 凝聚出共識 然後這個凝聚出共識之後 會再跟別組別桌一起協商 協商出比如說這一整條 我們協商出一個或是多個問題之後 就是等一下要決戰質詢台的內容了 這樣子這樣OK 兩件事情那 旁邊的小天使都會指引大家 怎麼樣把那個引導大家 怎麼樣把活動順利的進行OK 印象中可以供出協商 一件小的最新的選項 那一件九十三十一 五十幾十年 八十三十五十八十十四十五十三十 十九十七十九十九十七十九十七十五十五十七十七十八十二十四十七十一十八十六十一十七十一十八十九十一十九十三十七十九十八十五十八十七十八十五十九十二十一六十九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十五十七十八千 今了結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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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大家也是借由这个过程可以体会到真的立委也不是好当的啦 好 好 好